你打开Canva 首页满满的选项还有功能 你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 别担心这期影片我就会一步一步的 去带你搞懂Canva首页的每个区块 让你不再迷路开启设计的第一步 House Grayson 这频道只要泛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Canva的首页上面了 那我首先来介绍一下Canva首页上面的三个区块 最左边呢它是导盘栏 然后中间是功能菜单 右边这一整块呢是工作区域 当你点击这个最上面的标志的时候呢 它可以让你去关闭选单 你可以看到呢 刚才那个选单的区域呢就被隐藏掉了 如果说你还想显示选单区域呢 可以再点击一下 那它就出来了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建立 这个就是一个快速的功能 能够让你去进入到建立设计的界面里面 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建立不同的设计 在底下呢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模板 一开始呢是有为你推荐的选项 会推荐给你一些比较常用的新设计 然后在底下呢会提供一些你需要的范本 在左边底下呢会有更加详细的类别 比如说你可以建立新的试算表 建立文档 建立白板 建立简报 社群媒体等等 那比如说你想要去制作社群媒体的设计 你可以点击一下 那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会有不同的社群媒体的类别 在这项上面呢你可以搜索关键字 或者Canva已经提供了一些热门的类别了 比如说Instagram Facebook LinkedIn 或者底下Canva会提供标签 它默认就会展示热门的类别 比如说YouTube说图 Facebook贴文 Instagram贴文等等 如果说你是单独想找Instagram类别的 可以点击它 那这所有呢都是Instagram类别的 底下的范本呢 都是会专门针对于Instagram平台的 如果说你想自定尺寸的话呢 你可以选这个自定尺寸选项 这边呢输入你想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想要删存档案的话呢 在这边可以选择删存档案 接下来一个选项呢就首页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Canva的首页上面 首先呢你可以邀请使用者 然后呢如果说你有标记信号内容呢 在这边呢就会显示 那如何为你设计去加信号呢 比如说近期的设计里面 我想给这个加信号 选择三个点标志 然后呢选择这个以为你加入以标信号项目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在这边了 如果想取消的话呢再点击它一下 再选择那它呢就被取消信号了 如果说你想创建这样子的文件加形式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建立区段 这边呢给它一个命名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创建一个新的区段了 你可以把加入信号的设计移动到这区段里面 就能够为这个加信号的设计进分类了 接下来呢就是专案选项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选单栏呢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在右边这工作区呢就是会展示给你很多相关的专案 你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别进分类 默认显示呢就是全部 但是呢你可以按照资料夹进分类 直接展示设计展示影像以及呢展示影片 在底下呢可以展示出你之前创建好的资料夹 资料夹呢就是能够让你去整理好你之前创建好的设计 可以为它进行一个命名 比如说当我打开这个免费资源的资料夹 那它呢就会包含我之前设计好的免费资源 就能够更好的去整理我在CAMMA里面做的设计了 在底下呢就会展示你近期做的设计 你设计的影像 以及呢制作的影片 接下来一个选项呢就是范本 那在选单栏里面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类 我们先查看一下范本这个分类 那默认就是为你推荐 可以首先按照类别去浏览 有IG贴文 IG现实动态 YouTube缩图 影片 简报等等 然后底下呢可以让你看到 根据这些推荐的类别呢 它展示出了不同的范本 你可以点击一个范本 然后呢可以查看这个范本具体的信息 可以选择自定词范本 或者说根据这个范本 找到更多类似的范本 如果说你想找一些行销类的范本 你可以点击这个行销 这边首先会展示一些类别 比如说名片、传单、标志 然后底下也会提供给你关于行销类的范本 你也可以在这上面去输入关键字 去搜索相关的范本 接下来呢就是照片 CAMMA里面的照片库呢是非常多的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想法 想去搜索特定的照片的话 在这边输入关键字就可以了 这边也有提供关键字的标签 比如说关于咖啡的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都会展示出关于咖啡的照片 你也可以选到这边去产生自己的影像 这里呢就会打开CAMMA的AI功能 叫Dream Lab 也就是梦想工作室 你可以输入提示词 让AI来帮助你去生成相关的图片 接下来一个类别呢就是图像 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想寻找特定的图像的话 在这边直接输入关键字就可以了 那底下呢也有关键字标签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选择太阳 那这些呢都是关于太阳的这些图像啦 那你可以注意到 有的呢它右下角会有一个皇冠Pro的标志 这个呢就代表是需要申请到CAMMA Pro计划 才能够使用的 那如果说你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就能够免费的使用CAMMA Pro 30天 那这些付费的照片图像你都是能够去直接免费下载的 还有呢就是创号者 那CAMMA里面呢是有很多创号者的 在这边呢你可以寻找到这些创号者 它们做出的设计模板 还有呢就是以标信号内容 这个就是你之前已经标记好的加信号内容 接下来呢就是品牌 那这个功能呢是需要你生到C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第一个呢就是品牌工具组 这个呢就是将你品牌所用到的全部素材资产 控制选项呢都集中到一起 并且在你设计的时候呢能够随时开启这个品牌选项 能够直接运用到你的设计里面 保持你品牌的一致性 比如说我为我的创者社群创业某 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品牌工具组 包括了它的logo 使用的颜色 以及呢我的照片一些图像等等 这样在我建立相关设计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需要去重新寻找 还有呢就是品牌范本 这个呢是比较适用于你有团队的时候 建立出品牌范本就是能够让你的团队 轻松的去自定各种设计 同时呢是保持品牌一致性的 而且呢还能够去标记项目信号 方便你的团队快速找到 接下一个呢就是品牌控制了 这个也是适用于当你有团队的时候 你可以去控制整体品牌它的颜色 以及呢整体品牌用到的字形 接下来呢就是应用程式 那在KAMA这平台里面呢 它是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的 如果说你知道特定的应用程式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搜索它的名字 或者说你有特定类别的应用程式 你想去寻找的话 比如说你想寻找 关于文字样式的AI应用程式 你可以选择它 那这边呢都是会展示出 关于文字样式的AI应用程式 而且它有分类 比如说文字效果类的 文字产生器 还有表单等等 你可以点击一个应用程式 然后呢去查看这应用程式的更多信息 你也可以去应用到你现在的设计里面 或者是应用到新的设计 去开始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那我会建议大家呢 可以来到这应用程式里面 然后呢去看一下 KAMA最近推出了哪些应用程式 它的哪些类别 你可以根据类别进行搜索 比如说影片和动画类别的 新的应用程式 关于档案和资料管理的新的应用程式 在这边呢 你都是能快速找到的 那关于这工作群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呢会有不同的选项 你的设计 就是呢 你可以快速的去搜索 你在KAMA里面建议的设计 你可以选择类型 选择类别 选择游泳者 还有呢修改日期 你也可以选择范本 就专门搜索在KAMA里面的范本 你可以在这边去快速的加入观念字 或者说在这边有些类别 你是可以快速选择的 还能够呢 在这边快速选择设计类型 那近两年呢 KAMA大力发展了它的AI技术 那这边呢你还可以选择KAMA的AI 去开启它的AI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去输入提示词 然后呢选择你要去做什么 如果说你想要制作影像的话 你就选择制作影像 它就会根据你的提示词 去来生成相关影像 比如说这是我之前去创建的影像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逼真的 你还可以选择影像的样式 这边呢会有不同风格的样式 你可以选择啊 甚至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成款比 去满足不同平台的需求 还能够选择藏你文件 在这边可以选择类型 比如说你要让它去创建部落格贴文 就生成栽样 生成社群媒体贴文都是可以的 在这边呢去描述你的想法 KAMA的AI呢就能够帮你快速的实现了 而且现在KAMA AI呢 还能够帮助你去赚一些程式码了 也是一样去描述你的想法 KAMA AI呢就能够帮助你去写出程式 比如说KAMA AI能够帮助你去生成互动式的历史时间轴 能够生成简单的倒数计时器 大家呢都是能够去尝试一下 去挖掘KAMA AI的潜力的 那底下呢还要通知选项 这个呢就会展示你账号里面收到通知 还有呢就是你个人头像 这个呢就是让你去做出你账号要调整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调节KAMA的界面语言 那你就需要来到这个设定选项里面 在这边有个语言选项 在这边你就可以快速调节KAMA的界面语言了 如果你还没有KAMA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KAMA 并且解锁KAMAPO的30天免费使用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KAM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面语与网组 希望做影片点赞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IG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